因為我見了很多不同的人物 我覺得他們比較神秘一點 很有幻想來很強 很有膽識的 很有軟件的 參加過很多不同的英雄片 到最後說下去就是 他拍一些貴片 他每一… 人們說他 我們也學行家說他 他每一種的劇種或片種 他都是一個新的 帶出一個新的現象 是嘗試去創作的 這個就是《財客》 我也參加過他不同的一個前往 他自己每一種階段的變化 一個很有才華的人 當然他又加上另外一部武術指導 那個程曉冬又是不得了 他已經將武術的文學 還有一個詭秘的東西能夠提前帶出來 很豐富 兩個人都合襲 當我做這個 《善女幻魂1》的時候 我有一個魔力無邊的人 呼天喚雨 我都叫得到 當時因為這個人物 這個叫做老老的人物 他是一個法力無邊的 就是魔力的 我覺得魔力無邊的人 他既是 都不知道他自己是男還是女 這個人物 我就覺得 如果這個人物有某些聲氣 我就借助我以前做過的角色 就是聽過的角色 那些角色是關於太監的 那些太監多數呢 在大內裏面的太監青化 那樣多數都非常強烈的武功 但是他們聲的聽聲的聽聲上來 就 不是那麼有殺傷力 但是他們的武功和權力 都是非常大的殺傷力 那武雄鎮在歷史上 在歷史上 很多人覺得那種的聲音 是一種妖孽 不可觸摸 性情的變化很大 性情上的變化很大 因為不知男還是女 不知她的功力去到哪裡 不知她的權力去到哪裡 假如我用了類似這樣的 那就可以帶入 才能說那種這樣的人的直覺 那個聯想 所以在我角色的時候 我一度出現的時候 我是 去到一個女性的時候 我 不是那麼女性化的 我是覺得她裡面藏有非常險 很險的 深層險 不可觸摸的這樣的聲音 那我就不理她什麼聲音 因為那個老老的舌頭很奇怪 所以我就說 我想說什麼都可以 因為我的舌頭很長 我喜歡 我怕舌頭很近 但是我喜歡 我喜歡怎樣 都是等於我的舌頭的影響 變成那個人物和那個角色 我喜歡怎樣說 當然是劇本又寫得很精彩 就是你求求說一句話 在哲戀上的反應 下面的反應變化得很厲害 使得你有一個很強烈的戲劇 那就是我站在這年 偏偏短短 在那個創業過程 除了聲音 眼神 我每次化妝時 都在化妝到之後的時候 經常要跟化妝師 我說今天我的眼這個地方 我左邊的眼 我要在這個地方做多些事情 因為我今天我會經常 我不用這隻眼字 我說這個平常見慣 我忽然間那一天 那天我一轉過來 一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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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別人以為我是變了樣實 就不是的 這些我都沒有跟導演說的 就是這個是 都是演員 靜靜地 很用心去協助導演的要求 類似這樣 那除了化妝也有幫助很大 自己又 有一點點去執拾 就是一個舞蹈的偏導 就是一個舞台演員 他會有很多動作 很多形體動作 你可以 譬如說我可以變臉 我隨時可以變臉 就不是說 將這個變臉 我是用這樣 我已經變臉 因為我的變臉 就是我眼睛 就是手指 這樣子的變臉 變臉 就是紙紙紙紙紙紙的在這裡學習過程 那就比較多的機會讓我玩 你都不覺得不覺得 你能看到 在創作的世界裡 是 舉手頭髒都可以 有一些新的創作 當然是結合 角色和導演的劇本 要觀眾看到的時候 不乎我 看一看 你都沒有什麼 為什麼你說完 好像很多東西這樣 我先說過 有很多藝術師 走了 然後畫了很多 只是照成一個畫面 一個鏡頭 那些是精的地方 或者見仁見智 我不知道 但是 但是 從繪畫藝術 跟營養設計 跟色素 跟攝影 跟故事 跟文學 跟武術 跟電影 在我同場拍戲裡面 都覺得很大結合 而且 還在人情 世故裡面 天地 人間 那些比較 原點的 哲學內涵 他都觸摸 我為什麼要這樣說 當然不只是他一個人 可能是片劇都走在一起 很多創作者都走在一起 他就去 給一些 他覺得 那些演員 可以在他身上 有些 有些 自己個人的 角色 創作的 餘地 他就給一些演員 這樣做 這樣做的時候 未必適合導演 但是 你做錯一些動作 或者做一些很奇怪的動作 他覺得 這個奇怪的動作 這個新的動作 他就把這個新的動作 變成一個 基礎 在這個動作裡面 去發展 成為一個 這一段的情緒 有一種 當然他作為導演 當他肯定了一件事 認為這件事 對的時候 或者是他 初初構思 一般地 挺好 經過透過你身上去 去演繹出來 比較他好一點 他就會立即抓住他 將他發展 當他抓住這個要點 我認為 認同這個 這個表演 是很合格 這個角色 這個情節的時候 他一抓緊的時候 他一點問題都不放過 即是說他不容許 你再改一點問題 Exactly 完全要你這樣做 要你更深層 更捉緊他 這樣 那個力量 有時候使得 我覺得他好像魔鬼一樣 人家說 他就這樣 很厲害 他不知跟哪一個演員說 我不記得 他說我不管你是什麼 你懂不懂演戲 但當你進入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看到你 我可以令到你 非常合這個角色 這個就是 我隨時要做會的能力 有時候說 可以化妄 我認為是一個全奇的 因為這樣 一個導演 在職場的創作很強烈 不過他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 我們就替他很辛苦 也很高興 他很勤力 他拍戲又不停的 又不休息 人家睡覺 他都在想著 大哥我們休息 累了 他不覺得累 他覺得他投入工作的時候 就將他全程投入的時候 他好像在一個 投入工作裡面的時候 是休息的時候 反而抽離 他自己走出來 在旁邊坐著 他覺得他好像不是休息 不知道怎樣 很不自在 他投入那個構式 在他原來的故事裡面 深入的角色 深入的場面 畫面 鏡頭 我們另外一講法 就是這種 另外一講法就是 有些人能夠從動中求靜 無端的他會講 或者他學到 或者是添給他 或者是偶然間的 這樣能夠在好繁榮裡面 能夠好像休息 他自己很喜歡畫畫 又很喜歡漫畫 又很多新的設計 動具設計 全部都能親力其境 這樣做 他畫了很多 今天這場戲 第一個畫面 第二個畫面 就是Story Board 就是電影裡面 他畫好了 全部都能看到 當拍攝的時候 就全部都能忘記 如果根據有七個畫面 我們看了一下 這樣幾好的時候 可能出現的時候 他第一個畫面 第一個所記錄 所以已經拍完 他昨天所設計的 那下面那些 他就會重新 在現場裡面發揮 我個人叫他 就是大變 大千大變 徐大變 對他來說 是一個 比較佩服的 這樣的人物 他學東西學得很重要 不停地學習 我先說 徐克 他很喜歡 漫畫 他抹很多畫 他畫一幅不喜歡 又叫很多朋友 那些藝術家 年輕藝術家 寫很多 在裡面找到靈感 而吸取那些年輕的 新的設計 形象 在他那個人物裡面 做了很多 當時我記得 有時候拍戲 找 只是副導演 找一班年輕的副導演 不知道找什麼 好像一班上學 那樣 副年輕的導演 後來他年輕的導演 每個人都成為很出名的導演 那就是當年 有這樣的現場 因為他經常在變 那些 跟他那些 又覺得很艱難 又覺得很有趣 又覺得學了很多東西 那我記得就是 因為這樣的變化 也都影響到他每一個潮流 就是每一個電影的階段 有一種新的創作 比如時裝劇 他很驚嚇人 很現實 都不得了 血淋不得了 不鬼的 很詭秘 都不得了 想象的豐富 都不得了 因為這樣的想象 他找了很多藝術家 除了副導演之外 在一些畫畫的 在服裝設計 都是找一些名家 即是覺得 當時得令的那些年輕的設計家 那他和他一起研究 在從中裡面 找一些正確的角色 而我作為演員 我就變成一個什麼呢 變成一個模特兒 變成是任他搞 穿完之後 這個又不對 又想穿另一件 這個裝又不對 即是變成一個 我來試 因為這個服裝 因為這個形象 我一來到我身上 我就好像 我又入了他設計那個形象 那邊 就幫助我走入那個設計形象 後來他容許我發展我的 因為他給我一些很大的衣服 如果我不再移動 所以我有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 分了一下 他的衣服的使用 好像一個蠶蟲一樣 拳食我的蠶蟲 好像還沒出生的 甚至是一朵花 一朵花 含包袋放的花 那樣的感覺 就是標識我一種感情出來 一種 化一個妝 我要在這裏頂著 找一件衣服 全部撐住 化一化這個妝 為什麼要找一件衣服 頂著呢 這樣站著都不行的 要整上去 因為這個妝化完之後 它不能動 不能動 不能動 如果不找一件衣服 就會癢 會癢 會動 一動的妝就變化了 它也不行 到後來 經過幾次之後 不撐住就不行了 就好像用一個架撐住 好像完全是一個植物人 因為他的頭色 他試到用這些頭色 用一些 用一些 不只是不是塑膠做的 他試試用一些質感 用真的 譬如是銅 當時那些 讚的那種化 用一些真實的質感 來做 那頭 那頭 中逸 擠到下去 這樣漂亮一點點 那頭呢 那頭呢 當時我形容我自己的頭 就是一種燦爛七彩的五金譜 叫做 你想想 五金譜 我說我樓上有的五金譜 就是他重量這樣頂著 這樣撐住 只是頭色都這麼要緊 所以呢 有時候我們知道 看到那些戲 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原來很多的藝人 用了很多不同的知識 不同的創作的觀念 去擠入一個設計形象裡 又透過演員去承受這樣的嘗試 的廠作 變成了有動態 又加上故事 那就產生是挺特別的 總統我都不記得那麼多了 有些 尤其是在武術方面 我記得有很多場面 這個 程小冬設計的武術 不得了 他說什麼呢 就除了說 如果程小冬畫一 除了說 不止這樣 就容易了 這樣去畫 就是交配那種 擴大它那種 Fantastic的設計 擴大它那種 幻想成為一種 戲劇裡的真實場景 兩個人互相一張 發展 但是在演員裡拍攝的時候 會碰到非常多困難 但是他們兩個人都不知道為什麼 他對一種拍攝的時候 那種困難 那種驚險 他就好像 那種武林高手 在那種武林身上 他就好像一個武林高手 那樣 在那種大戰場面 自由 自在地下去 就是這樣 他都不覺得有什麼 不害怕 不辛苦 那種平 他的美的價值很強烈 劇力很有能力 人物造型很特別 就是你不會忘記那個人的 那個造型出來 在電影歷史裡面 可能存在一個 有類似的東西在那裡 可能一年一百年後 都會存在的 因為他有一定的 那個藝術是美的 還有很有東方的 很有演員和導演的 劇本的獨特的氣質 的轉作在那裡 當然很多人都會拍得 好像他這樣 不過是 國有華彩這樣說 那我相信是 會流傳得多久 那我會成一個機會 會更多時間 在影像裡面 跟很多觀眾見面 都是托他的福 有一個機會 我有一個侄女 她去法國 逛街 在法國的時候 她忽然發現 在逛街的時候 看到一些賣很大的相片 很大的相片裡面 看到一個善女 或者我的樣子在那裡 當然是有些美女 黃祖元 那些在那裡 那為什麼會有 這樣的相片 在法國來呢 原來後來 法國朋友說 這張相片就是 哇 當時這個善女 有魂的 在一個參展裡面 得獎 在法國成為 被法國人認為 這些很有東方的神秘 和鬼秘的 一種文學價值的 一個電影 所以她得了一個 什麼獎 我不知道 買了很大的相片 給我 我唯一 我拍這麼多電影 唯一還有一張大的相片 我拍電視拍了很多 唯一有一張大的相片 就是靠 偶然間在法國 在街頭的埋畫裡面 找到一張照片回來 這樣讓我想起 原來已經傳 無形中存在很遠 存在很遠的地方 在外國的地方 因為 她第一的時候 她說一個老老 可以呼風悶雨 要什麼得什麼 反天覆地 可以的 魔力霉邊的人 就像人像鬼 都不知道像什麼 很大的能量 到第二集的時候 就是走落人間 這樣 將她一變變成一個 一個忠神 一個在朝廷裡面 一個普通的忠神 這樣就不是很大的觀 我經常找個大的車 找個木頭車 在山上 我經常拖著我 在那裡曬 真的曬 因為她找著鎖鏈綁著我 一人綁著我 經常這樣曬 那又 不知怎樣追 在界外 從哪裡到哪裡 那天天 只是綁著 我在車裡曬 過程這樣 曬到那些汗 我當時還撕小 經常見到那些水 經常這樣淋 因為我又不能抹的時候 是綁著的 那我說人間 這麼沒有人道 我這樣綁著 當時的感覺就是這樣 說落到人間 是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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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曬到 曬到來變人乾的感覺 那同時我感覺到 真是好戲的感覺到 嘩 我不是做鬼好過做人 那樣 真是很特別這樣說的 原來的戲裡面 原來做人 不是這麼容易的 你做忠的 都會碰到很多 很多冤情 很多 不白之冤之旅 那樣的人物 那來反馴一下 和第一集和第二集的 不同的世界 所遭遇的 都是那些人情世故 和天地人間的不同的 那種哲理 不知道怎麼說 那我就說 她的故事 是說一些歷史性的 當時不是這麼鬼的故事 是說人間 那我的強力的感覺就是 在人間裡面 一樣有蒙手 很多莫名片面的一種 好像魔鬼前身的一種 那樣的人生都可以存在 那 後來我好像 又脫開了這些枷鎖 就要走 但是終於走 走都走不了 走到另一種魔鬼 另一種更恐怖的 那樣的 人間裡面那些 那些不從 那些奇怪的在那裡 纏著 無處好走 無地 遁地 飛天都不行 就是 我不知道 那作者當時 想預議是什麼 就是人世間 但是很多 是不白之丸 你逃都逃不掉 又是男主角 那個張國輝 就很友善的 那我在拍的過程 他 他 他當我是一個 即是當長輩 那樣 當長輩 因為 我是 我是一個 叛徒出家的 又不是什麼 但是他當時 很有名氣 但是他也是當我們長輩 是一個這樣的印象 很強烈的印象 平靜近人 很有禮貌 很謙信 那你以為他這麼有名 這麼有地位 這麼有基礎 就會隨便做起 不是 是非常認真 一舉一動 我們在旁邊看到的 很認真地要求這段尼泊 那段尼泊 就是這樣 所以 當時那個印象 那些年輕人 每個人自己 第一種藝術的要求 對自己的演出 都這麼誠狠 那麼浪漫 他一分一秒 來爭取那個人物 演繹的人物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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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心世界 和他的 靚 非常相信 那原來是 看到的是 一點一滴 來經營 配合那個劇情 那後來他不知想 想更怎樣 或者是 不得怎樣 都不得 所以 他的來去 都是幾 幾美麗的 神秘的過程 和他拍幾個 其他電影 都是很合的角色 都是帶有 比較神秘一點的 這樣的感覺 那他一拍戲的時候 又這麼神秘 他去的時候 又去得這麼神秘 那我只能說 他一生 都很美艷 或者 後來就 很妻艷 很浪漫 不過呢 到他離開 我們的時候 有很多朋友 剛才那些女生 就打電話找我 喂 到底他是怎樣 他怎麼這樣 好像失了 那些女生 好像失了自己的親人 那樣 有這種感覺 他們不是說 當他已經 有些人當他明星 有些人當他歌星 我覺得有些人已經 不是當他歌星 是當是一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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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東西 永遠在心目中 我相信 他不僅做戲 那個人也是 天秘了一份 那樣的良才 張學友 我跟他就 認識了很久 很久 我好像 他不知道 第一 兩個電影的時候 我跟他做 好像我做 做他 做他外父 還是做他爸爸 我都不記得 是一個時裝電影 很久的世界 那時候 他都不是這樣 沒有這麼性命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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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我相信 大家都可以 跟他 一個很出色的 歌唱家 他的聲音 他的聲音 和他的歌 和他的人 都是這麼真實 這麼 很華麗 但是又很樸素 這樣的人 不是看起來 他的樣子漂亮 但一聽他唱來 和看到他的表達的時候 覺得他的那種漂亮是 忽然間 影響了他整個形象 靚起來 是一種很好的藝術 所以各有 天比各有各 一份東西給他 他又很自然 不漂亮也變成漂亮 有些很漂亮 有些很漂亮 又更加漂亮 另外有些人 靚靚的變成漂亮也有 所以大家看他用了多少功夫 這個張學友 當時就很早期給我 這樣的印象 我就覺得很奇怪 一個歌聲 為何 兩個完全不同的角色 他都很深入角色 因為這樣 如果他更多演戲 他的歌 越有深度 越唱歌 他越多觀眾 越多人看他 那他是 好像他的身份 他的環境越多 相互相成 不斷地進步 演化他的藝術生涯 是沒有低落度的 因為有很多其他藝術的形式 推動他 去學很多東西 去表達很多東西 去豐富自己 是這樣的 學員仔 不要約了 你 劉生告訴我 很可愛 劉生我們每次見面 到今天 到昨天為止 我就有個 哎 娘兄弟 咱們 咱們 還在啊 又過了一關 每一次我們見到面 都是這樣的 他在中國裏面 在京劇裏面 在戲班子裏面 真真正正 是由很基礎的 熊父子 歷年的功架出來 以至到成為一種角色 至到武生 至到懂得起 中國經濟裏面 很多歷史 很多的 很多的歷史 很多的經驗 很多的功夫 很多的劇目 因為這樣的人 帶來香港 那我在同學拍檔的時候 就直接給我感受到 他們每一句一道 都是有功夫做底的 隨便一動一下 我就覺得 哇 他又是遞一些 過了一些料給我 給我 給我印象就是這樣 那他很肯搞人 當然後來 很多香港的 畫劇團 或者是舞蹈團 甚至很多粵劇團 都找他 將他自己 在京劇裏面 所得到的一些知識 演化成為一種舞台 在近香港的演員身上 他做了很多幫忙 當然在電影上 很多人都想 找他做個角色 他又很謙虛 所以很多人很用 他又有料的流水 我先說過 《徐克》的很多電影 不僅是這樣的 傳奇性的一種 神、怪和鬼的世界 浪漫的電影 我說他寫現實的題材 還有寫武俠片 歷史片 他也是做得 帶了一個潮流出來 而這個潮流 是影響了很多人 去說 很多人 他在一個戲出現之後 他旁邊 來不中就好像有 類似這樣的戲的出現 那就是說 它是引起一些觀眾的愛 喜歡 亦都引起一些製作的 或者編劇 我覺得可以 那個方向更多人看 更可以發展一個電影的形式 那麼他有很多個階段 都是做過 出現過這樣的 我先說 不論歷史 是武俠片 或者是近一點 都沒有打片 他都把他的精神 提得幾高 我覺得他經常都出現 非常醜惡恐懼 但是經常貼在一個非常美麗的 一個這樣的強烈的對比 就出現了 在那裡 透過這樣的強烈的 美學的對比 畫面的對比 寫出一些人情之間的 那種喜樂 變化無窮人生的白變 那種感覺 或者透過這樣的故事 會帶出自己的訊息 給大家去 大家欣賞 或者大家去共鳴 或者大家去反對 或者去反省 或者是 是 茶葉飯來講 都是覺得比較豐富 多顏色 多內涵一些 就是有得講眼 不是一看完就算數 類似是這樣的